歡迎大家收看加拿大多倫多爾北生活分享North of Toronto Live 今集分享行加拿大聖誕事集會行郊區聖誕事集會行Nimi Family Farm Outdoor Christmas Market 一路落著雪一路行真是超級有氣氛 帶大家看看裡面有什麼好看 請大家可以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拍下了車就到了目的地了 停車場已經差不多拍滿了車 今次選了一個比較浪漫而有聖誕節節氣氛的時集或者聖誕村 這個位置就是位於多倫多爾北East Guillainbury Mount Albert 大家見到今天一路落著雪非常之應節 非常難得可以一路落著雪行聖誕事集 整個場鋪滿雪一陣入到就知道夠了有氣氛 大家看到我件雪衣的衣袖就知道雪有多大 在停車場未入到入口就見到一個Wagen Rides 類似馬車但當然不是馬拉的 可以坐到進去真的很開心 但好像裡面不是很多個位置而已 原本一家人上個禮拜weekend已經來這個聖誕市集參觀 早已上Nimi Family Farm家庭農場的官方網站買定票 但當日一到場才知道這個場要臨時緊急關閉 因為天氣實在太差了 很大風好像香港打8號風球一樣 原來那裡根本停不下電 所以安全關係就要reschedule中國的booking 其實這樣也算合理 安全至上 最多我要再駕駛多程車過多次來 其實我還未到入口位 我要由停車場的地方走回少少路 落回入口的地方 在外面看回入去就看到少少市集的情況 上個禮拜要緊急關閉 今天終於正常運作 結果就選了今天來行聖誕市集 其實今天已經是大會辦聖誕市場的尾聲 入場費方面這次在網上買定票 三歲或以上連上稅和附加費 每位大概24元價值 長者或weekday來有機會會便宜一些 以官方網站個價為準 我們看到這個聖誕市集 臨時坐的木屋已經鋪滿雪 好有聖誕感覺 在雪地那邊慢慢走 走五至十分鐘左右 就到了入口位 這個地上全部已經鋪滿雪 走的時候真的要小心點 今次還要推博BB車 幸好就沒有結冰 因為上網之前買了票 所以他們scan email 裡面的barcode 就可以進去 一進來這個場就感覺到 他們花了不少心機去佈置這個聖誕市集 這裡就是Mount Albert的Nimi Family Farm Christmas Market 裡面就有一個地方叫做Christmas Land 一會兒給大家看一下是什麼 已經開始見到幾個檔口了 還有東西吃 這次再來Nimi Family Farm 行Outdoor Christmas Market 室外聖誕市集 時間更加好 難得看到整個場已經鋪滿雪 還在下雪 間中雪都幾大 好美 一會兒走進去這個地方叫The Market 看看有什麼買 這一屆吸引了不少Venders來擺檔 一入場最搶眼就見到這一檔 就是Filthy Phyllis 可以買Poutine吃的 是一架流動的美食車來的 這間地道加拿大美食Poutine出名的快餐店 我的Channel 加拿大多倫多爾北 新的分享最近已經介紹過 這裡只是入口的地方 已經見到有不少東西買了 這棵聖誕樹的燈多漂亮 我想入夜之後來看會更漂亮 剛剛走進去The Market 這個聖誕市集是全室外地方 所以可以走進來這個帳篷 臨時搭的The Market 看看有什麼東西買 和當取暖 見到等了這裡的東西都很精緻 不少都是賣很漂亮很別致的 加拿大Local DIY聖誕節主題手座 可以買回來當手信給別人 這次我走就沒有打算買什麼 只在感受一下聖誕節日氣氛 這個公仔都積得很漂亮 沒有看錯的話是賣45元 這個公仔是不是聖誕路人 戴了一頂很高的聖誕帽 很特別 很多東西都是人手做 很有心思設計和做出來 現在是大概下午4點到 未見到很多人 我想晚一點 天開始黑的時候 天就來黑了 日落之後 就會開始多一點人 因為外面的燈飾會開始陸續開 整個場會漂亮很多 相信 我覺得這些聖誕卡非常漂亮 和外面的店鋪買到的很不一樣 好 現在出回室外的地方 繼續冷 其實外面仍然下雪 今年的11月和12月 多倫多的天氣都比較和暖 現在就像回正常的多倫多冬天 我很欣賞這裏全場播上 很懷舊Odys和 輕鬆Romantic的聖誕歌音樂很棒 沿途見到很多小朋友 甚至大人都很開心 一直在笑 一起慶祝普天同慶的聖誕節 看到動了我牌出來寫 前面有Santa Christmas Land 和Wagen Rides 好想快點走前一點 看看有什麼活動搞 看到場地有不少地方 放了小電火爐 被客人取暖 這裏有不少聖誕節有關食品的買 有Christmas Coffee Hot Chocolate 和薑餅人都有 這裏又是買手信的好地方 看到這些火爐都感到很溫暖 來這裏又可以買飲 車上寫的字比較小 其實除了有熱朱古力和咖啡 還有蘋果酒 這裏小小的木屋就是精品店 只是可以站幾個人在裏面 這裏又幾個人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帶進來的呢 全場地上鋪滿了雪 有小朋友坐著類似 迷你綠車 家長在地上拉著他 走很可愛 其實裏面還坐著小狗 這些木製的雕刻 相信是聖誕鹿 雕刻得很漂亮 可以買一隻回家玩一下 終於見到棵比較高的聖誕樹 不知道遲下會不會亮燈呢 又見到這位小朋友 在積雪地面上浸來浸去 真的很爽 走到這裏又有好食 有薄餅 這裏其實都有幾多 Snacks 可以吃 一直走到這裏 走過去之前看看還有什麼其他東西看 剛剛見到有人放了自己在腳近火爐邊 取暖 真的很爽 這個小食檔很特別 除了有咖啡飲料外 有荷蘭小鬆餅 還有迷你班戟 又見到有Wagon出動 人們坐在上面 真的很爽 這間屋是Metal Shop 不知道是什麼 裡面擠滿了人 進不了去了 這次因為帶了BB車 所以就坐不上去了 所以看這個場裡都幾旺場 越晚越多人走 我很喜歡這個場 不斷播一些浪漫的音樂 配合雪地的背景 真是加添了不少聖誕節日氣氛 這個室外場 這麼多人令我想起最近多倫多地區疫情變得嚴重 就算室外的地方這裡 都明顯見到多張人戴上口罩 希望行得安心和安全 始終食夜的地方是比較多人 人山人海超級熱鬧 這裡就適宜拍照 一說起拍照 很快就可以跟聖誕老人拍照 原來聖誕老人已經坐在裡面 他剛剛換了衣服 隨時等奔客進去跟他拍照 我們可以有機會近距離 跟坐在小牧屋裡的 Santa Claus拍照留念 這位聖誕老人叔叔都很熱情 主動叫我們一家人進去 這裡的聖誕老人 不知道是不是輕和小朋友拍照 還會跟他們聊聊天 現在到了Christmas Land 可以坐在上綠車那裡拍照 其中一個最棒的地方 就是這個牆放了燒真柴的火爐 冬天那麼冷 見到一些火光 和聞到一些燒柴的煙 感到非常溫暖和浪漫 雖然這裡是多倫多較北面 York Region郊區地方 遠來多倫多市 又不會像Downtown Toronto The Distillery Winter Village 那麼多人 但是這裡 Nimi Family Farm Christmas Market 比我想像中大規模 好多東西看 場地還花了好多心思 簡直是加拿大的地道聖誕市集 這個位置那麼多人 原來是在等坐Wagen 原來我沒看錯 這裡真是有真正的農場 這麼冷的天氣 還有些小綿羊在這裡 挺有趣的 好應節 去聖誕老人村 真的不一定要去到北極 這裡氣氛都不錯 這裡除了有風車之外 還有些類似Pokemon形狀的植物 鋪上雪 真的好美 這個確實是家庭農場 有小雞在裡面 不知道會不會覺得很冷呢 其實這隻雞就一點都不細 肥肥的 剛剛見到小朋友在這裡打秋千 現在又見到小朋友 不知道是否準備 在雪地的邪波那裡滑下去呢 走到這個位置 場地最入的地方 比較空曠一些 都幾冷 其實今天12月中 多倫多地區來說 氣溫就不算太冷了 攝氏有零下4度左右 都是最好走到這些火爐旁邊 取一取暖先 但會想到放這些火爐在這裡 真的幾特別 但如果沒有落雪 或者沒有積雪的情況下 有這些火爐都怪怪的 雖然今天沒什麼風 但要慢慢逛逛 走足全場 要站在這裡 差不多全室外的地方 逗留兩個小時呢 就像這次這樣 穿曬曬 穿雪帽 雪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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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防水手套 都感到有點冷了 但這個聖誕市集這麼浪漫 一路落著雪一路走 真是冷些都值得來 沒有雪都不要緊要 千萬不要下雨 原來查回這個場 今年由11月12日開到12月22日 其實開放時間已經很長了 開到差不多聖誕節正日 但特地選差不多到尾聲才來 因為等到比較冷些 和有雪看 會比較漂亮些 剛剛進來裡面 有些很漂亮的木製裝飾品買 看了這麼多 我始終都是最喜歡這款聖誕綠裝飾 師傅大小 每隻買大約50至60元 等在家前院等幾隻真是正 很漂亮 現在開始見到月夜就越旺場 天色開始明顯轉暗 其實這裡一日落後 天就黑得非常之快 初時覺得這類聖誕市集 每位入場費大約24元有少少貴 進來這套截止 原來都算合理 裡面這麼多東西看 不過這裡和聖誕老人拍照 是用回自己的手機或者相機拍 以及吃東西喝東西都要額外付錢 雖然這裡始終有不同vendors 在擺檔賣物 但感覺不太commercial 很特別 這裡沒有好美大規模大型商店餐廳 因為這裡是郊野農場地方 見到大多數行這個市集的人都很親切開心 這次還難得遇上落積雪 場面好浪漫 還好有holiday mood 臨走之前天已經開始黑黑的 見到全場亮燈 加上雪地反光超級漂亮 那我一於由剛才的入口位 即是the market 那個位 再向前走到出口的位 分享給大家看沿途市集地標美景 現在差不多是5點鐘左右 已經開始很多人了 幸好之前4點前已經來到這一場 就可以避開人群了 又再次見到聖誕老人 聖誕老人還在裡面 現在這個位終於亮燈了 真是好美 好美的拍照打卡位 我喜歡 這棵聖誕船我喜歡 有了Pokemon的精靈球裝飾 我想像到如果這個室外聖誕事集完全沒有雪 可能會差緊一些 或有一番另外的風茅 Nimi Family Farm 原先是家庭式農場 其他時間有得比遊客一家人 帶小朋友看農場家禽小動物 今次人猜不到都見到有羊和雞 平時沒那麼冷 這個農場掌有新鮮的蔬菜、香草、花等等植物 還出名農場自己烤焗的麵包和傳統Donuts 這次臨近聖誕要行這個聖誕室外市集 真是很開心,值得推介 如果有興趣來拜訪的 就可以下一年預計11月開始 就可以預早網上買定票來這裡參觀 我對這個聖誕事集深刻難忘 親身感受到濃厚的節日氣氛 這個地方是多倫多地區每年聖誕前 有意義活動加好去處 希望你喜歡看我這一集介紹了 相當有氣氛的聖誕事集 請你繼續支持我,like,share和subscribe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Thanks,火情,加拿大多倫多以北生活分享North of Toronto Life öz譬人們不要通知 承諾是不可互азыв